其實我之前也做了 婚禮的說話也在影片通話裡做過 我這樣也做了 居俊葉和大S靠著舊電話號碼熱線 讓兩人正情不燃 並在今年三月閃婚 過程宛如電影情節 夫妻的一舉一動也備受大家關注 居俊葉更為愛妃來台灣 待了將近兩個月才離開 而她回到韓國後 上了Leo Quiz on the Block做客 在昨天公開的預告中 居俊葉填補於大S的愛情故事 更從線下櫃求婚的經過 姑且傅都20年十分之間 能夠作成分 從戲氏都不再改善 真的很有命 我想要一個話就要 距離了 靚羅力的奔養 剛才做了事情 如果現在都令人解釋嗎? 現在現在是暴力的時候 不能嘗罷 我可以在一個好子 所以我跟起演活躍 婚結婚話也在談著 你也在談人說的話 對吧 也有說話 那剛才剛才說 真是难得见到啊 哈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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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